大家好,我是天狼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我们种植月季 尤其是盆栽月季 很容易发生的一个现象 那么就这种现象 很多的根裸露在外面 那么这种现象是好与不好呢 有人说,哎呀,我要做个盆景 我一定要把根露在外面 这个是没有话讲的 但是有的人说 我就想把月季养得壮一点 但是看人家的根都露在外面 我也露在外面 那么你露在外面告诉你 这苗永远不可能壮 因为苗生长的好与不好 全靠根系的吸收 那你根都露在外面 根相对来说要比上面我们的枝叶脆弱 因为根它本来就应该在地下 在黑暗潮湿的环境下的 那你裸露在外面 风吹日晒雨淋的 不可能好的 所以说大家栽苗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苗的根 埋到土下面两厘米深以下 你不能留太浅了 否则一浇水 表土一冲掉 根又露出来了 根露出来的越多 你这苗养了就越不好 像这一棵苗 基本上它买到 这棵苗应该是同事谁种的吧 应该是我们发出去 客人买到多大 现在还多大 基本上没怎么长 主要原因就是 它根裸露在外面 好了 希望大家在种苗的时候 一定不要把预计的根露在外面 这个是一般的话 除非你是玩盆景玩造型的话 有另外一种追求的 如果你只想让它长得枝发叶茂 花开开的花枝满头的话 你还是乖乖的把根做埋到土里去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